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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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天呐 就基本上我中专那六年 就是靠这些奖状换的奖学金 去交学费 全都是拿命换来的 这舞蹈风暴的 舞蹈风暴组里边还是很用心的 就给我们后来四强的选手 每一个人做了我们自己 风暴时刻的一个样子是奖杯 包括这个红星杯的 我当时腰上那一针封闭 就是为了这个奖杯打的 这个是陶礼杯的吗 这个是第十届陶礼杯 陶礼杯它是在学员派里面 最高的那种像奥斯卡一样的奖项 如果能得到陶礼杯这样的一个奖项 这一辈子值了 这个是我学生 然后一纯 然后这位是乌仁娜 老师好 我们正好今天要给她看一下 她的节目 好 谢谢 我们先换衣服 走吧 来 我们先回到 我进到舞蹈教室 我就在看理想在那好叉 天呐 太软了吧 如果让我现在怎么样 这不是要我命吗 你把那个膝盖啊 脚腕子啊活动开 你好了 告诉我 之前我看你行者还是龟的剧目里面 有一个过肩的动作 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做不了这个动作 我肩都没有说刻意练过 我其实就是小时候练腰的时候 老师不是搬呢 搬腰吗 搬腰的时候 他就不是压着这个胳膊膀子吗 还压吗 就顺带着把肩压软的 哎 你看我膝盖 看这儿 看有个包了吗 我这个人当时开玩笑的时候 膝盖上长了个鼻子 长的时候超疼 他就是刚刚长起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碰都不行 你要是这么打一下 我就立马就能疼哭 然后当时我在排那个 淘里杯的那个梦 我的第一个动作 我记得可清楚了 就是跪着 然后还是怎么怎么抱好 你看我跪着的时候 你能看到就是这个包在顶地 那个时候我就跟人开玩笑 我说我的要害在膝盖 就真的是很疼 根本不能碰 因为所有舞蹈员膝盖都不太好 但我没想到他那个 已经急行成那样了 因为我知道膝盖那种痛啊 就跟针扎一样 对你先来一遍啊 对你先来一遍啊 停 一纯停 一开始所有的表演我觉得都不够 所有的表演 举例子 从一开始来 走 打打 看远一点 再远一点 别动 你期望的时候 这能是松的吗 这能是期望的吗 这是骗不了人的 明白吗 真的人家一叫你 诶 这是有感觉的 你后边没有感觉 那都是假的 你现在就是死的 就是摆在这儿 坐在这儿 像怨妇 你自己就不相信 再来一次 你是从镜子里看到个鬼吗 你现在像一只蚊子 然后飞到那个蓝色灯里边 啪啪一下掉下来了 撂卷子吗 这个动作老太太都能做 我不能看到一个怨妇 像坐在一个坟头的感觉 举个例子 表演里有无实物表演 我说我手里边有个球 我现在就真的在玩这个球 我扔出去 回来了 这都是无实物 你要相信这个球真的在你手里 我把它扔出去了 扔出去了 诶 我就在等 等等等等等 诶 快回来了 帅 他就把我带跑了 这个是你的无实物 我能感觉到你的力量 所以归根结底 还是不是你的脑子 让你看见了什么 你还是眼睛必须看见 再来一次 走 好一点 别动 然后继续摆住 发现没有 没有 转身 内心像在叹气一样 对了 这个是生动的 真的不动的时候 只是一个回头的时候 这是最难的 走 这一下需要你做动作了 来 别动 从那个回头 远处回头 走 回 把这口气 憋下去 头从最远的地方钻出来 最远的地方 这儿 这儿有感觉明白了吗 他敲那女孩的背的时候 咚咚咚的 就跟打鼓一样 太狠了 从这儿真的是 拉到最长的钻出来 钻 从地下钻 啊 不行 脚尖再往天上顶 手来够我 来够我 来够我 你少了一半 炫着走 从这个地方含着 起 对了 这是一个完整的 再来一次 我觉得我已经 对学生已经是挺苛刻了 但是 像他已经 对一个作品的要求 已经到 都让你肌肉里面 要长出眼睛 每个细胞都要活起来 让我感觉到震撼 演员嘛 你在台上你就要呈现最美的一面 我们是没有NG的 我们就是从你上台 光亮的那一刻开始 你只有这一次性成型的表演 这就是舞蹈的残酷 我刚刚在看你上课的时候 在给学生扣动作 就是你要求的特别细 要会达到哪个点 才会觉得可以呢 它的潜力是要你逼着它 才能出来的 你知道这个 其实每一个人 他都有一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就是说 他是不是接近崩溃的状态 所以有家长有问过 我们孩子没法这么练 受不了 我以前有过一次 有一个学生 小孩很小 考北京舞蹈学院 就是我给他压软度 他疼他就哭 一哭他就吐 所以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哭 我说你忍着 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他妈妈在旁边插嘴 说那要哭 为什么不哭 后来我看他妈说 我说你出去 就我让你进来 不是让你惯孩子的 所以家长对我提出的那种质疑 对我来讲是无效的 经常有人说 哎呀我们很努力 我就特别想说 你努力不是应该的吗 你如果说的是我尽力了 那我觉得你努力过 如果你连努力都做不到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站到我的眼前 让我看见你 那是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就对你这样吗 所以我14岁的时候 在广东舞蹈学校 那时候我的老师就一直 每天这样带着我 一块跟我吃饭 然后吃完饭 回宿舍午休 临走他就回宿 他说1点半 然后你找一个教室 给我翻译期 来排练 下午排剧目 然后我回宿舍 回到宿舍 我就坐床上开始哭 就哭一钟 就是那时候就很不爽 你知道吗 就是压力大很累 太累了 我也不睡觉 就一直到1点半 然后抱着个手机 拿着个录音机 背个包就找教室 当时广武教室非常多 你知道我推开 每一个教室门的时候 我就想 我保佑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 因为有人的话 这个教室我就用不了 我就要再去找 但是广武教室太多了 就一定会有 没有人的教室 进到教室 坐在这儿 录音机一放 抱着手机 再哭一场 然后就发好信息 张老师我在几零几教室 不忍心点那个发送 你知道吗 就在这儿哭 哭完了之后 就到点了 1点半了 发过去 他不会回你的 你就等着吧 你就可以开始活动了 他差不多10分钟之内 就会过来 因为他都在学校里面 然后你就听脚步声 你知道 我告诉你啊 就是那个时候 你听脚步声 你看过西游记里 有一幕吗 就是 就是孙悟空 跟猪八戒 变成了那两个童子 坐在那个上面 等着妖怪 过来吃他 就是妖怪 有一个长长的走廊 然后冒着压走 对 就是那种感觉 你听着那个脚步 你就觉得妖怪来了 就是 哎 然后就很痛苦 终于有一次他就睡着了 然后他一睡着 你知道吗 我就感觉过年了 就是 哇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没有人在刀刀刀刀刀刀刀我 撒鸭子在里面狂欢 然后各种蹦 然后就有一下 没控制好力道 脚活根 这样砸地上 给人砸醒了 砸醒了 我就转头开始哭 我当时心里边就 我怎么这么贱呢 我为什么要跳那一下 给他砸醒 然后就狂哭 哭完了他怎么说你 他不会看见我哭的 因为我的眼泪 跟汗是一起流的 所以他会 他也分不清那是汗 还是眼泪 我今天不也是给你上课 感受了一下吗 我就发现 舞蹈演员会有一个 黄金分割期 或者是会有一个 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在我25岁那会儿 就跟我现在状态 感觉不一样 这很正常啊 就像我现在也一样 我现在的年龄也是28岁了 那我的身体的机能 就是在下降的 就像我以前 我讨礼杯的时候 那个时候编导是可以 让我在剧场里面不放音乐 它是可以让我连着跳22遍的 那我现在你让我这样跳 我早就120了 那要怎么调整呢 你要遵从这个 就叫自然规律 没法调整 你可以去锻炼 延续我们的这个 身体机能的寿命 是因为可以让他 尽量跟我们的心智 画等号 能够让我们的演员的职业生涯 尽可能地延长 我以前就是腰受伤了嘛 就是选择当老师 但是我自己 对舞台还是有追求的 但是身体机能不行 舞蹈演员可能在这方面 确实比较局限 大学毕业了之后 摆在你面前的路 无非就是 要么就是进歌舞团 要么就是去当老师 还有嫁人 放弃了 那不是放弃 那是选择 我觉得每一种选择 都是选择 另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不得不说的 就是舞蹈演员的 这个出路 确实是在变窄的 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我大学毕业先进歌舞团 然后自己做了这样的工作室 那你看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些路 不都是我刚刚说的那几条路吗 没有额外的 那李老师你是幸运的 还是会有很多舞者 可能是像我这样子的 就是从团里出来之后 自己开了一个舞蹈工作室 但是收益并不是很理想 舞蹈演员他的收入就是很低 所以生存起来 我觉得挺艰难的 所以其实你现在是 你面临的困惑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是在纠结我 还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 应该问我无数次的自己 内心有答案 但是还是不坚定 所以我要问你的就是 你跳舞 或者说我不管是回归舞台 还是继续做舞蹈的这份工作 那到底是因为你热爱他 还是说因为什么 你喜不喜欢他 我肯定是热爱 不热爱的话 我就没有继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 但是矛盾点的是 我还要继续生活 就是搬起砖的时候 我生活不了 比如说现在疫情 就好像我刚毕业那会儿 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样 就看你怎么走 我就是一个在选择面前 从来都不会太犹豫的人 我觉得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你自己要做什么 很多人就喜欢把 这件事我特别喜欢做 但是不赚钱 那件事情呢 我不喜欢做 但是很赚钱 我要比 有什么可比的呢 就看你能不能忍嘛 我并不是像你一样 就一直很顺 顺与不顺都是相对的 你现在在跟我聊 所以你对比完了之后 你觉得自己不顺 但是你要知道 你对很多人来讲 已经很幸运了 那我还想成为一个富二代呢 要这么说的话 我也是很不幸啊 所以我觉得 你刚刚跟我说了那么多 你的心里的感受也好 或者说想法也罢 我觉得你就是想的东西太多了 而且我觉得可能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上过舞台 还是说很久没有演出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内心的那个声音 可能你现在听不到 那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台 你真的到了舞台那里的时候 你去感受一下 你听一听自己的那个声音 但是我不敢 为什么 我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对舞台的一种亵渎 你现在哪种状态 胖了 因为这个胖了 我是个胖子 不行 一个肥猪在舞台上跳舞 就是 就会自己跟自己的心魔作斗争一样 就害怕 你不觉得舞台的包容性是非常强的吗 我觉得对舞台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这就是最大的尊重 对 所以我是觉得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 你真的去站在那个地方 你去接受这个舞台 对你的一个来自灵魂的一个考问 我到底要不要 我觉得答案就会出来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但理想说要尽力 能够看出来 他对自己严格要求的那股狠劲 让我自叹不如 努力 他只是在过程中 尽力 就是当你还剩最后一口气时 依然能够全力以赴 所以这一次我想拼尽全力 再试一次 咱们这就道具场 这是咱们很熟悉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试问你的内心 你可不可以搞得定 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其实只有在这儿 你才是最清楚自己有什么选择的 那接下来这个舞台就交给你了 然后 你去考虑一下自己的内心 好 OK吗 下一个 嗯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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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找到 从她的舞蹈中 我也能看出来 她确实很喜欢舞蹈 你能看到她身体里的一些底子 就是我们军椅出来的 受过那样专业的训练的 我觉得外形怎样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她还是有一颗 热爱舞蹈的那颗内心 怎么样感觉还好吗 说实话好久好久没有体会过这种 在跳舞里面能感觉到 就从从所未有那种特别爽 我自己在跳的时候 整个过程从听音乐呀 包括到把第一个动作呀 之后音乐开始起的时候 我起饭那一刻 一切还是以前的那种 我一听到音乐 就想跳舞的那种感觉 心里就特幸福特享受 所以你觉得有答案了吗 我知道了 我心里有答案了 因为我知道 我想一直这样跳下去 那我觉得如果你能更坚定的话 那就继续做就好了 就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 那些疑虑都不如你通过 刚刚这样来的直接 然后它到底能带给你什么 我觉得它如果能带给你心理上最大的满足 那个要比你物质上的任何收获 我觉得来的都要更容易满足一些 那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你还会继续跳舞吗 这是我的根 确确实实 我认为不会再有一件事情 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驻足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可以盖过舞蹈 这个根已经足够强大的时候 它要开枝散叶 那至于它开什么枝散什么叶 那可能就是我未来可能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它的根基 它的养分都是基于舞蹈 特别清楚的是 我是怎么一路在舞蹈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我从四岁开始跳舞跳到现在 二十八 我二十四年的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 到现在为止 我认为这是我的根 我不能碰 或者说我做所有的事情 我不能撼动我的这个根 但是我从来不想给自己设定任何条条框框 在接触这种新事物的时候 都要记住自己以前在舞蹈付出的那份努力 就像我们投入非凡的这个主题一样 你如果想非凡 你想与众不同 你就要试问自己你有没有投入 当你真的投入了非常多的时候 我觉得你注定不反